波姑、景姑, 你們倆姊妹, 會否跟著 高先生, 賭塔這麼早就坐江南快車, 死了回省城看大氣, 為何即日就死回香港? 那姑,是她的死人頭, 嚇死我們! 我們坐江南快車, 早上十點多便到了大沙頭, 叫兩堂車仔, 拉我們到西關十一鋪馬路, 門牌一百五十五號那間套套居, 有蝦餅、燒賣、叉燒包製蝦個五藏苗。 那姑,你到芝加啦! 那樹原本是叫做藏原帝, 即是梁耀書的公館, 中華民國十七年, 南天皇陳濟堂將軍要開一條十一鋪馬路, 梁先生的公子覺得有水頭, 就在門牌一百五十七號建建一間無飯戲院。 門牌一百五十九號建建了一個宋政善堂。 我們在吃飽後, 江先生的豆婆家全家產便無那麼善心地去善堂。 不過,無飯戲院說半價優惠, 看香港小老闆那間添衣公司的影畫戲。 那片《蝴蝶影》, 葉忽藥, 林坤先生的《哥哥我父你》。 那片《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十四日 》 在九龍馬頭割開鏡。 那天我跟了香港高星戲院經理呂維洲先生, 和她的老死沈吉成先生去過看彩影畫戲。 那時小老闆都讚過我, 說我對拉拉夠大, 問我有無興趣彩影畫戲。 不過,我要我穿些游泳衣和水衣來拍攝, 我採緊收甲, 馬上採收零頭, 說這樣欲酸, 本姑娘不夠仔。 吊男媽, 那些大陸人真是狗戰價格, 三百多人一場, 只有一百三十多人又賣票, 幸好那隻衰公賣了超等位。 我們三個看下午十二點半, 看到幾乎完場, 撞跪她, 下午一點九個時, 突然憑一聲, 銀幕前面前座頂層塔狗下來, 當堂集九四三條馬力老和西民女, 七十幾刀有蟲傷, 嚇得我們雞雞腳鬆人。 最後, 省整個畫分局的馬打叫我們 跟她們回馬打了落口供和, 吊那馬, 散不入關門。 大吉麗士, 那那林叫隔車仔, 拉我們回落大沙頭, 坐江南快車四回來香港, 大陸的狗狗狗, 又不是有金汁, 都不知死上去做什麼狗。 請請請請請請請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